这是一种让鱼儿爽到哑灭蝶的作物 将其敲碎后放进水里 就能捡到小溪里的鱼儿 今天老妖又在旁边开启开荒模式 不过她发现了一种解渴的果子 是万一的她还想多吃几个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羊咪咪 一种可以通过五具传导 让大部分人躺下清口水 一般只有大佬敢多吃一些 随后老妖又回到地里刨素根 这可是根好东西 老妖将其砍成几段放桶里 然后一人偷偷摸摸来到小溪 她先在小溪围起了一个个小水坛 可以说这次围得非常完美 周围都处理完以后 老妖开始将树根一一敲碎 能不能吃上肉就靠这次搬呢 敲好后她开始放进水里 要不是提前看过 还以为她在制作天然洗衣粉 经过不停的敲打和清醒 鱼儿好像有了一些反应 老妖提着筒慢慢捡干活 看着鱼儿昏睡的样子 这辆还是很足的 而且有些还是牢底做穿鱼 这些都是坐牢的技巧 谁学谁捣血妹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老妖收获满满 连狗都感受到了今天会有大餐 为了吃起来更加爽口 老妖也摘了些南瓜糖的嫩尖尖 这种可以炒来吃 也可以直接一瓢油加清水煮 不过老妖还是选择了第二种 所以她又过来摘了些豆子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都吃上豆子了 虽然没有一枚媳妇陪在身边 但单身狗的生活还算过得逍遥自在 鱼炒得比较随意一些 至于南瓜间的话 也是做得非常简单 外加一盘炒豆子 这样健康的生活状态 让人看起来多多少少 不有一点不难 不过狗子们就只能吃吃清水饭饭 不过让人疑惑的就熟养鸡的方式 老妖平时养鸡都是啃的香蕉树 扛回来后先将鸡切成一块块 然后再慢慢剁碎一点 这东西鸡特别喜欢吃 不过这样养的鸡 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 走着走着 有些东西正在变得遥不可行 这是专门提供奥利给进出的小洞洞 四面墙体也非常透气 简直是奥利给的绝佳之地 老妖因为厌倦了眼外奥利给 于是她开始挖地基来建茅房 虽然土里没什么树根 挖起来比土拨鼠都还要顺利 但炎热的天气使得老妖大汗淋漓 由于一个人的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这样的深度是完全足够的 挖好足够的深度 老妖开始处理坑的周围 她需要先将平面处理得更加平整 这样方便后期进行搭建 随后老妖开始在上面搭竹竿 虽然安全性看起来比较一般 但老妖很信任这样的承重性 想想好像摔下去也问题不大 不过竹竿的摆放也很讲究 中间必须留出一个小口 摆放好以后 老妖才开始慢慢铺上一层土 然后再这样用竹竿慢慢拍平 看着这样的弹性 但凡掉下去 土都会帮忙把奥利给先掩埋 沾上翔应该不太可能 紧接着老妖开始建造茅房的柱子 挖好基坑后她便开始埋竹竿 由于很简单 她三两下就固定好了竹竿 为了固定更加方便 当然也得制作一些竹条 制作完以后 屋顶结构的搭建便有了开端 而这样的固定方式简直十分OK 学会了自己也能回家搭建 在里面窝爸爸当然也很OK 搭建完主体框架 老妖在上面摆上一根根足竿 然后再用竹条进行一一固定 这样屋顶的龙骨也不知好啊 至于覆盖材料的话 还是使用同样的老方法 直接将棕榈叶从下往上进行铺设 由于铺得太过瘾 老妖一直铺到了天黑 第二天一早 今天的天气很晴朗 但老妖没有直接搭建茅房 而是先喂起了鸡 毕竟买鸡的钱还是跟阿文借的 要好好养鸡来还债才行 喂好鸡以后 老妖才开始将昨天没铺完的棕榈叶完工 别看这样的竹结构很简单 这种摇晃度都没能将其摇垮 随后老妖开始制作墙体的主板 但幸福来得太快 她都没办法躲闪 不过茅房也得建造一扇门 要不然回首掏小狗有点麻烦 编织好主板以后 老妖先进行简单的安装 而后老妖又简单制作了一扇门 为了增强起稳固性 它还在上下两侧分别固定了藤蔓 而固定后的效果看起来还算OK 为了方便排水 老妖又在旁边挖了一条排水沟 然后再倒上烧火留下的灰 一个不臭又透清凉的茅房 就这样搭建完工 男子野外发现全村卯结构木房 人生匆匆几十年如白居过洗 转眼他已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这里不仅鸟语花香 蝴蝶翩翩起舞 还有小斗狗们的长期陪伴 新的一天从农场慢慢打开 但蜂蜂似乎比老妖都还要勤快 虽然老妖今天起得比较晚 但他一刻也没有让自己闲下来 老妖打算在这边种上一些玉米 因为养鸡总不能一直砍香蕉树来喂养 翻土完成以后 老妖开始种植玉米 由于场地比较小 加上自己时间比较充裕 所以老妖不用锄头挖洞来种 而是用手慢慢抚摸着土壤 忙起来能治疗一些不好的情绪 随后老妖开始在旁边拔草 之前种的甘蔗已经长出了苗 不过整体效果看起来似乎差了许多 但老妖还有新的种植计划 他想让自己的土地长出更多漂亮的花花 于是老妖开始在旁边的空地清理起杂草 而这些杂草以后可是不错的农家肥 只需要一把火烧掉就OK 清理完以后 老妖开始翻地 一天的时间就这样很快要过去 不过首次翻地看起来会比较粗糙 所以老妖只能用竹竿慢慢敲锁 小狗狗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他们的快乐能让老妖心情更加舒畅 看着天色渐渐暗淡 老妖还想改造一下中心花池 这里他想种上新的植物 毕竟这样的植物看久了也会产生一些疲倦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开始危机 这次他还是插了些买来的玉米在里面 以后的生活还得靠他们单本 今天的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晴朗 老妖一早就开始制作起竹板 紧接着他在圆形花池上建造起竹篱把 完成后的效果也还算好看 昨天开荒的地块他也围了一圈竹板 以后这片土地会开出十分漂亮的花 这样就可以引来蜜蜂和蝴蝶 自从外出打工 再也没有看到过翩翩起舞的蝴蝶 那里只有一个小时十八块的青春 永远都有十八的人 没有的是一直固定在十八的青春 建造好竹篱把 老妖开始准备种植的种子 混合好后再缓缓撒到翻好的地里 而对于面积比较大的这块地 他先浇了一遍水 然后再将准备好的种子撒到地里 虽然狗很好奇这样的操作 帮不上忙的他们只能躺到一边玩耍 当然了 圆形花池这边也没有落下 现在十分盼望着开花的那一天 蝴蝶飞来的时候 应该很美很美 今天老妖打算采收一些蔬菜种子 收集之后会将其放在太阳下晒干 但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即将要发生 看着这样长得茂盛的一棚草 果然里面藏着一根大蜡条 老妖随即用木棒准备展开行动 这蜡条有谁认识吗 看老妖这敏锐力应该不会吃喜 不过蜡条似乎不打算和老妖纠缠下去 奈何老妖想利用自己的方法将其感动 所以在趁蜡条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 他果断出手 蜡条就这样被他轻松拿捏平带走 不过老妖可能刚才还是有点害怕 所以他先去上了个小号 不过蜡条他暂时放在了坝子上 狗子们不太理解老妖的做法 不过老妖上完小号又立马回来拿捏住蜡条哥 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随后老妖拿着蜡条往院子外走去 只希望蜡条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 找好地方以后 老妖将其放归于大自然 遇到这种情况虽然非常害怕 不过只能选择坚持克服困难 蜡条出现在那里 大代率是因为那边的老鼠很丰富 以前开荒时他和阿文就遇到了一窝 这才是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些竹笋可以采收后拿到集市去变卖 老妖一早就采收蔬菜种子 不过这些还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晒干 而现在也是竹笋的季节 老妖打算上山采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有了钱能多买一些家庭和生活必需品 不过挖竹笋的路程大概需要走半个钟头 这些地方小时候经常来玩 所以老妖非常熟悉路况 很快他就找到了满意的竹笋 老妖立刻投入到工作中来 铁线下得有力而又有节奏感 一点点松脱 慢慢的挖开了笋苗 不过没想到这根竹笋出乎意料的大 在这样的笋季 大笋能卖不少的钱 不过生活没有彩排 每根好竹笋都要经过四处搜寻 而且也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来过此地 遇到合适的竹笋 老妖会挖得十分小心 目前他也就挖到了两根 不过这片竹笋找起来还算方便 由于经常挖竹笋 这样隐藏太深也能被他轻松发现 看着这一道道舒心的颜色 这何尝不是竹笋吐露出来的最大惊喜 但最惊喜的还在后面 往前走几步 索性无愧于他的期待 听着一阵阵清脆的声音 老妖就把这根笋苗割了下来 真是过瘾 不过别小看这几根竹笋 看着老妖脸上的表情和皱起的眉头 你就能感受到它的质量和重量 至于最大的这根竹笋 只能先采用这样的方式将其拿回去 来的时候很轻松 回去的路上竹笋简直就是一种负担 不过满载而归散发着热爱生活的光芒 挖了半天的竹笋 老妖也是收获满满 回到院子 立马就能感受到家的安逸和温暖 但疲惫的身体还不能立即放到竹沙发上 这些竹笋还得进行精心处理 老妖找来了一块塑料布放在地上 然后才开始处理起竹笋 处理好竹笋以后 老妖才照顾起狗狗们 并检查一下是否有伤口或其他问题需要关注 告诉他们今天虽然忙 但会尽可能地给到一些陪伴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往鸡卷抖去 由于集市离这里很远 所以老妖需要在过去之前用食物喂养好鸡 而平时除了喂养食物以外 给鸡提供一个良好的喝水环境也必不可少 而且每天和这些可爱的生物进行互动 也能带来一定的快乐和满足感 因为它们十分的简单 喂养好鸡以后 老妖准备出发即逝 他已经很久没去过那 这是野外很会挣钱的男人 一大早就来到山上挖竹子 而能不能颁本就看今天的地摊经济 生活不易 老妖卖损 现在只要有人驻足观看都会让他感到高兴 很快有位大哥就迫不及待上来寻价 讨价还价 吃亏最大 所以大哥也是毫不犹豫地掏起了腰包 而老妖就这样成功拿下了一单 随着一阵震人声沸腾 老妖的生意发展得十分顺利 自己挖的竹笋能受到如此多的欢迎 对他来说不仅非常有价值 还令人感到十分的开心 而老妖也没有强买强卖 完全照顾了消费者的需求 很快老妖就卖完了竹笋 剩下的两根是送给老板娘的 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 老妖开始挑选一些蔬菜种子 即是上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各种服装琳琅满目 令人眼花缭乱 经过认真的筛选 老妖打算也给自己整两条短裤 我看目前老妖最缺的是一枚媳妇 这样或许生活会更有趣一些 出来以后 老妖打算再买一些芋头回去种 而旁边健康的小鸭子 她也入了手 现在大家庭又增添了一份责任 也是一份乐趣 对于午饭的话 老妖打算吃得简单一些 虽然口味可能不太好 但在她的眼里 每顿饭都是珍贵的享受 如果你体验过这样的吃法 你会明白 这其实是一种艰苦又单调的生活 在这样枯燥无味的日子里 只能默默接受着艰苦生活带来的一切 它是一种苦难 并不值得去歌颂 在回去之前 老妖还有件新事要完成 那就是来看望爷爷奶奶 他们一边看着远处的山乱 一边轻轻地说着话 大家都静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时光 这样平淡而温馨的氛围 让人感受到了一些生命中珍贵的东西 亲情带给了我们无尽的快乐和温暖 不过老妖又有了新的打算 她在爷爷家后院砍起了木树 砍好以后 她才带着小鸭子们一起出发 这才是梦的地方 回来能解开一直悬着的紧绷的鞋 在漫长的旅途中 她的身体和心灵经历了许多的疲惫和不安 但是现在 看着如此温暖的场景 踏进自己熟悉的大门 闻着那熟悉的院子气味 这一刻 是温暖又欣慰的 而回来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危机 至于小鸭子的话 老妖打算先暂时放进笼子里过夜 后面会好好安顿他们 让他们能自由活动 就这样 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日子即将结束 星辰 老妖的屋顶冒着一缕缕吹烟 预示着她已经开始做早餐 但今天的天气似乎不尽人意 老妖才想起来之前晒的蔬菜种子 这些晒好的种子 需要放在干燥的地方储存起来 养仗天时地利苦苦耕耘 收获受到大自然的影响非常大 收好种子以后 老妖有了新的打算 上次买回来的小鸭子还没有安顿好 但在此之前 她还需要先喂鸡 这样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 除了能吃到非常安全的鸡蛋和鸡肉 也为辛苦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现在来看 老妖还是一身轻松的 而判断她什么时候开始忙碌起来 只需要看那把万能刀 什么时候佩戴到身上 配备好装备 一天的生活就这样紧凑地开幕 老妖打算在此地建造一个竹棚 这样小鸭子们有玩耍的地方 而大自然总是那么的无比神奇 老妖的青柚树开满了漂亮的花 挨挨挤挤的花朵似乎正在过滤污浊的空气 很快老妖就将地基平整得差不多 然后她搬来石头开始砌出 现在整体看起来比较平整 也异于排水 对于搭建材料的选择 由于上次建造厕所还剩一些竹竿和棕榈叶 所以老妖不用再花时间收集材料 搬好竹竿以后 她拿起铁线开始向下挖掘 这样可以依靠的工具 能感觉到她的重量和坚实 挖好坑以后 老妖开始固定竹竿 这个过程虽然有些辛苦 但至少她承载着未来的重量和希望 为了搭建出合适的框架 她开始确定前排的设计 然后再将多余的部分剧掉 而后侧的搭建也是使用同样的方式 有了主体框架 顶部的龙骨很快就固定的差不多 忙碌也许是解决烦恼的良药 但也许只是暂时分散注意力和减轻烦恼 在这样炎热的天气 搭建一个小棚子都显得有些疲软 不过闲暇至于可以看看鸟红花朵获取营养 这种满足自身能量需求的行为 何尝不是一道舒心的风景 很快老妖就将棚顶搭建的差不多 不过目前比较麻烦的是建造围栏 所以老妖不得不出去一趟 由于竹林比较遥远 竹子扛回来时太阳已经下山 在夜幕降临之前 老妖打算再制作一些主板 这样的环境 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和舒心 这是我剑步最会享受生活的男人 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撸狗 不到手软绝不会去干活 随后老妖开始忙碌起来 毕竟昨天建了一天的鸭棚都没有完工 而建造的第一步当然得先制作主板 不过地上的蚂蚁真是令人密集恐惧症泛滥 老妖三两下就制作好了一堆主板 然后他开始沿着外围搭建 由于没有好的敲打物 老妖只能先将就使用石头来固定 这样一直围到凉亭 主要是为了防止鸭子进入菜园 固定好主板以后 再这样围成整整一圈 鸭棚建造墓前就算告一段落了 紧接着他开始在下面产土 老妖打算改造池塘 这样挖一层泥土出来以后 池塘的水位能更高一点 以后还可以放养一些小鱼在里面 老妖盯着铲子不停地挖着土 想起以前阿文在的时候 两人挖起来特别给力 也不知道阿文还会不会来此地重游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老妖的汗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服 平整差不多以后 他开始往里面灌水 听着这样清脆的声音 老妖顺便洗把脸 清凉的水顺着脸颊滑落 洗去了一天的疲惫和污垢 而这么舒服的一刻 当然得打着光脚板来放鸭子 他们身上的黄绒毛柔软温暖 让人忍不住想要抱在怀里 随后老妖又开始平整吃糖 由于这野外也没什么玻璃钉 完全可以十分大胆地踩在上面 小鸭子们也下来凑凑热闹 从这一刻起 鸭子们总算有了免费游泳的好地方 他们可以尽情地玩耍 鸭子赶紧长大 老妖再这样单身下去也不是办法 野外这样安装 真的能发电吗 老妖发现了一处可以安装水轮机的地方 于是她先将周围一一清理干净 再开始刨出以前安装水轮机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土壤和石头已经将其掩埋 不过老妖已经找到了之前的水流入口 看来修复一下应该还能使用 于是她按照路径开始铲土 能不能发电就靠这次单本了 不过难点不仅在于引水进来 老妖挖好沟区以后 她开始通过搬运石头来改变水流方向 而在水里抬石头还算轻松 抬出来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了重量 很快她就将水引了过来 目前来看这样流入的水量太小 但这还不是重量 只见老妖又往下钻进去 原来她打算先清理排水管 目前还得先清理可能阻止水流的东西 清理完以后 老妖继续围沟区 刚才的水量实在太小 无法满足发电的需要 围得差不多以后 她又继续跑底部的石头 可能跑得实在不过了 老妖直接挽起了一套房子 现在的漩涡看起来已经很给力 做完这些以后 接下来就是安装老式水轮机 老妖已经准备好了老一代的传输线 由于线的长度不够 她只能先将短线一一连接起来 得到合适的长度以后 接下来就是将其系在树上 不过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现在只能靠一张猴子爬树打拼了 索性老妖体力充沛 她很快就固定好了线 而下去可比上来要快 特别是脚步小心打滑的时候 现在线已经迁到了安装水轮机的位置 为了能快速体验到野外发电的喜悦感 她很快也将线迁到家里 目前总算可以开始安装照明系统 安装完照明系统以后 接下来就只剩安装水轮机了 老妖先将线一一连接好 然后再放到水流入口 看到这样的漩涡 再看看飘来的叶子 看来还得制作一块挡板来阻挡植物叶 而最方便的莫过于使用竹条来编织 编好再这样放上去以后 就像与壁子一样非常好使 果不其然 挡住叶子是很有必要的 看来以后还得经常来检查水轮机 不过有趣的还在后面 打开灯以后这感觉像极了泵迪的灯光 这灵感来源于水流的问题 于是老妖搬了些棕榈液来填缝 要不然水都从石缝跑路实在影响电力 而填缝后的效果还是很 老妖一直忙到叶木降临才解决了电的问题 在野外如何发家制服 老妖一早就开始修剪番茄 给番茄修枝可以促进植株生长和果实产量 同时也可以控制植株的大小和形状 方便管理和采摘 此外还可以让植株更加通通透光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提高果实的质量和口感 修剪完以后老妖开始拔草 因为接下来它需要进行追肥 所以里面也需要拔得十分干净 拔完草以后 再用锄头精心的处理一点 现在看起来干净又通透 而这些杂物需要统一堆放到一边 以后还可以捎来作为农家匪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打算先出去一趟 每次喂鸡的香蕉树 它都需要拔山涉水过来扛 也不知道具体是谁家的 反正砍一些应该也没事 大不了就送些鸡鞋商协商 虽然路途比较遥远 就当它是一次次的锻炼吧 很快老妖就扛到了院子里 目前喂养鸡鸭的食物 已经准备得很充裕 不过老妖又再次往外面走去 几个小时过去以后 老妖总算是又再次回来 不过听着这样的脚步声 能感受到步伐十分沉重 远远看去 这样的香蕉看起来并没有熟 老妖说朋友给它展示了 用香蕉作为肥料的方法 不过朋友所展示的是熟香蕉 而目前它并没有那个条件 不过也想试试这样的可不可行 于是老妖将香蕉切成小块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在番茄生长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甲元素 来促进果实的生长和发育 切好以后 老妖慢慢放置于番茄的根部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转眼果实已经结满了枝头 不过放香蕉只是第一步 老妖又到了些灰在准备好的土壤上 然后再用铲子进行混合均匀 因为一般是将香蕉爆屁后 切成小块放入土中 但老妖只能选用二次附土的方式 来进行处理 这才是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老妖修剪完番茄以后 她又继续给黄瓜做修剪 随后又开始进行拔草处理 因为刚才切的香蕉还剩一部分 她也想给黄瓜同意安排上 不同的是这次附土她直接用手 不过小狗狗好像也学会了这招 但凡吃过良心的狗也不会这么干 老妖只能先将这边处理好 有空了再拿竹条过去抽她几下 开个玩笑 不过豆苗也长高了不少 附土可以帮助豆苗稳定生长 增加根系的生长空间 提高植物的抗风抗导性能 做完这些以后再浇一遍水 简直不要太适合 而今天就这样完美的画上句号 一日之际在余晨 老妖早早就开始拔草 这边她也种了些番茄 还是像昨天一样给番茄追肥腹头 不过今天的主角还没登场 这个要问尖利小胖子才能有所了解 老妖今天打算将之前种的花青除掉 因为她打算在这里种些洋芋 不过之前种花就引来了很多蝴蝶 所以除草也遇到了一些爬来爬去的小可爱 除完草以后 老妖开始整地 这次种植的方式她选择调拨 整地完后再撒上一层灰和稻壳来垫底 灰和稻壳可以吸收土壤水分 保持土壤湿润 有利于洋芋的生长 同时也能提高土壤的通透性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开始将洋芋切成块 但凡旁边烧着火 这饱满度的洋芋烤起来肯定很不错 吃过烤洋芋蘸辣椒面的都知道 这样的手法非常娴熟 按一定间距放置完以后 她开始进行腹土 由于面积并不大 用手腹土会更加亲切 院子就这么大 种些自己喜欢的蔬菜即可 腹土完以后 再进行人工降与 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开始拖家带口往外面走去 她抱着小狗狗们来到小溪边 这么热的天 她打算给狗狗们来套清凉的服务 但服务貌似不是那么的顺利 因为溪水真的太清凉了 冻成狗真的不开玩笑 这样普普通通通的生活 虽然平淡无奇 但也充满了忙碌和充实 老妖一早并没有纤维基 而是将菜接杆放在布上慢慢揉搓 这样菜籽就会破壳弹出来 不过这种传统的收集方式已经不常见 大部分人会选择直接购买种子来种植 接下来就是将菜籽和豆莢分开 这样就得到了一小堆的菜籽 而老妖打算先将菜籽储存在干燥的竹筒里 不过这些竹筒它会暂时放到土造台旁 这样能避免菜籽因水分含量高而发霉 室内小胖子们正静静地躺在凉爽的地板上 他们慢慢陷入了甜美的梦乡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往鸡舍走去 照顾鸡是她的日常工作 每天的上午和下午都会定期完成 养鸡的生活充满了辛苦和繁琐 但老妖也能够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因为除了能够享受与他们亲密接触的乐趣外 还可以看到自己的努力转化为鸡蛋的产量和质量 喂养好鸡以后 老妖开始处理之前带回来的牧鼠 种植牧鼠是为了以后方便养殖家储 不过种植的方式还算简单 到种植点后先挖出一个个浅坑 看着这样的土质应该还行吧 加上坡度也比较大 行不行还得几个月以后才能见分晓 有种过牧鼠的可以深入讨论一下 挖完坑以后 老妖开始种植牧鼠 种植方式简单粗暴又明了 能用脚的一般不会用到锄头 而旁边的小胖子也在忙碌的刨坑 随后他静静的坐在那里 眼神深邃的他仿佛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而此刻老妖也将牧鼠种植完毕 不过他并没有停下种植的脚步 而是继续在种植南瓜的区域进行除草 不过除草他也是十分小心 有人说南瓜胆小气性又大 但凡你一指他就能把他给气死 此刻的我按耐不住隔空止了一下 不过除草也会带来一些食物 所以老妖打开了鸡舍的大门 健康成长还得靠着这样的天然饰品 除草的工作他一直干到了天色变暗 这一大片他打算明天种上芝麻 在夜幕降临之前 老妖还是给农作物浇了一遍水 第二天一早 阳光还没撒到老妖的院子 但他已经起来准备开始干活 第一步当然是换上这一身绿绿绿 有人说为什么一直穿这一套呢 这可能还得从一块烂的破洞 依然还舍不得丢的毛巾说起 如果没有什么急着要做的 老妖每天一早就会先喂鸡 用不了多久 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来自母鸡妈妈的鼓励 做完这些以后 温暖的阳光已经撒进老妖的院子里 不过回来后老妖又立马走出去 昨天这片区域已经除草完毕 今天可以进行芝麻种的撒播工作 不过在撒播之前 老妖先将杂草桶一堆放到一边 但是草它还是留了一些薄薄的铺在上面 老妖的想法是以后浇水能起到保湿的作用 做完这些它才进行芝麻种的撒播工作 撒播完芝麻种之后 老妖还打算种上一些生姜 毕竟姜可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和药材 整地完以后 老妖先在上面倒了一袋的倒壳 然后再将其与土壤混合均匀 搞定以后再将其分为两块小区域 这样就可以种上两排生姜 这才是健康的生活状态 这里的每一种蔬菜都没有使用化肥能量 吃起来十分安全 转眼老妖的南瓜已经可以下饭 于是她一早就出去砍了根竹子砍回来 老妖打算用这根竹竿来制作一个馒头框 生活需要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它能让自己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丰富性 编织竹篮是一项美妙的手工艺 它需要耐心 技巧和灵巧的手 而柔软又一弯曲的竹条是优质的制作材料 在工作之余 品茶也是老妖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人的生活没有聊天谈笑 但享受着茶叶的香气和清爽的口感 能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和舒适 准备好编织的材料后 老妖开始编织框 但小胖子的调皮就有点影响她的编织效果 底部这样用一条条面来进行固定 需要一步步慢慢进行一上一下的调压 有些大佬习惯边用脚踩边进行编织 老妖目前只想大概编织一下 所以实际效果还是差了那么一年 底部的编织其实还算简单 难度在于编织馒头框的侧壁 因为常常到这里会使用模具来作为辅助 而外面的情况似乎不太乐观 蜻蜓低飞预示着要下雨 经过一段时间的编织以后 目前侧壁也非常OK 紧接着老妖开始进行收口 她直接将超出的部分剪掉 然后再用包口面来进行包口抽类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 馒头框总算编织完毕 虽然略带一丝丝的粗糙 但至少它是免费的 而小雨也是如约而至 花朵的颜色也变得更加鲜艳 轻轻的空气激发着老妖干活的动力 于是她慢慢向着大门走去 院子里百花齐放 花香四溢 而老妖打算清理这些小区域的杂草 这样自己种的花能获得更好的生长环境 不过下雨天干活确实会让人感到不太舒服 毕竟潮湿的环境带来的感觉就像变灭 蜘蛛网上的水珠像一颗颗晶莹的宝石 闪烁着微光 枯叶在它的拉力下不停地旋转 最美的可能是种植番茄的地方 也许院子里的大红花才更加好看 这样美丽的院子真是让人向往 很快老妖也将周围都清理了一遍 于是她将杂草都倒在了株围栏下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又去外面扛了些竹竿回来 看着这样的叶片 应该种的是甜瓜 确定好尺寸以后 她先将竹竿一分为二 然后制作成竹条来慢慢编织成隔山 编织好以后 再固定到甜瓜的旁边 这样以后 她就能顺利地爬上大门的竹架上 做完这些以后 今天的工作算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于是老妖拿着馒头筐匆匆往外走去 经过一番的仔细观察和寻找 这个小嫩瓜已经可以下本 上次有网友说想去偷瓜 你怕是不知道杀猪刀剁爸爸的威力 为了防止偷瓜 老妖还是检查了一下她的南瓜 心里有数之后她才转身离去 感谢观看 野外除了烧火带来的天然肥料 当然还有其他的肥料制作方法 跟着专业铲屎官老妖一起来看看 早晨 小狗狗们还在享受着温暖的气息 老妖则已经开始准备今天的工作 这些竹竿他打算用来编织成竹框 先将竹竿按尺寸处理好 并将竹节的部位修理完毕 紧接着将竹竿一分为二 然后再这样将其分为尺寸相差不大的竹竿 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一看就毁 一做就废 随后用杀猪刀慢慢破除竹面 大佬一般不用戴手套 就这样竹面很快就制作完成 于是老妖开始编织竹框的底部 先这样用竹面纵横交错来进行编织 这是编织后的底部效果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在底部插入两块竹板来进行加固 接下来就是编织竹框的侧臂 侧臂很考验人的技术 在大脑和双手的强力加持下 老妖一圈圈地编织着竹框 看来野外想要过上安全又舒适的生活 各种技术是必须掌握的 编织好以后 老妖准备好了一些藤条 然后再这样一一插在竹框上 藤条看起来非常牢固 缠绕起来的作用也会更加OK 编织好以后 完美的竹框就这样制作而成 老妖也用同样的方式编织好了另一个 接下来就是准备本能的过程 看着这样的色彩 这竹子强度还是很OK的 不过看着这样的强度 看来老妖只打算用来挑些轻点的东西 编织好竹框以后 老妖打算开始制作堆肥 而堆肥的场地暂时就定在这里 她先向下挖出一个深坑 然后再放一些植物在坑里面 虽然挖得很过瘾 但夜幕降临的脚步也暂停了今天忙碌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 植物上的水珠透露着今天的天气 不过雨并不大 于是老妖带着美好的心情往外走去 一段时间过后 她来到了美丽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免费的小雨 作为一个专业的产屎官 这清新的气息真是令人难忘 幸好它们都已经变干 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 老妖总算满载而归 接下来就是堆肥的关键时刻 先在昨天铺好的植物倒上动物粪别 然后再铺上一层植物 再倒上一层动物粪别 再铺上一层植物 就这样 上面再搭上一些竹竿 再放上一些准备好的棕林液 这下总算是完成了堆肥的制度 这样的堆肥效果你是过吗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开始清洗竹框 不过难搞的是 在原路她发现了调皮狗 对花姑娘的摧残 于是老妖又制作了一些主板 然后按照一定的间距固定在原路口 虽然路变窄了 但有花的绽放 会让整个院子更加有生机感 青植炒青番茄 吃过的人都知道那股爽劲 不过青番茄有一定的荣幸 老妖还是选择先存放一段时间 昨天老妖花了些时间去挑选适合种植的品种 最后她决定要在院子种上一些花生 在种植之前 她需要先将花生壳一一掰开 这是来之不易的花生米 所以老妖并没有馋嘴 要是再多一点的话 还是可以掰开轻轻地放进嘴里 很快老妖就准备好了种植 于是她选了一个比较适合的种植区 翻土的位置看来离鸡舍非常近 所以后面还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面朝黄土被朝天 老妖总算开出了一块比较大的场地 为了方便种植 她还是将土壤处理成条状 不过老妖并没有在条形土壤上挡窝 为什么呢 因为她打算直接用手排扒开进行种植 而一个窝窝她则放进了两颗花生米 至于猪具的花 一般也就25到30公分左右 在种植花生的时候 如果有草木灰的话 也是可以放些草木灰后再盖上的 没有的话也不要紧 很快老妖就种植好了花生 虽然没有烈日照在大地上 但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问题 种完花生以后 老妖打算采摘一下番茄 来到种植的区域 老妖心满意足地采摘着番茄 她也是十分小心 这样能避免损伤到植株 这段时间经常会有大雨来袭 她担心番茄掉下来会腐烂在地里 而采摘后的番茄也会先存放一定的时间 这样没用化肥种植出来的番茄 看着一颗颗饱满的样子 老妖心中充满了满足感和成就感 突然间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密闭 始终还是来了 砸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但老妖并没有停下采摘的步伐 雨水让她视线变得有心窝 她不得不继续弯腰低头检查有用 检查完以后 老妖才舍得离开 雨水打在她的脸上 让人感到一丝丝的寒冷 大雨来得如此突然 这让她都没有来得及躲 不过看着这样的收复 还算让人感到一丝丝的暖 看着这样的雨 看来剩下的时间也只能先休息 而雨也越下越大 外面的景象也变得越不明显 这样的天气情况非常适合她 第二天一早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微风轻浮 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而老妖也开始忙碌起来 她还得将番茄分层存放到一起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准备开始铺塑料网 因为鸡经常从围栏的小洞钻出去 加上也刚种上花生 她不得不重新建设围栏 而效果就是这样 将下侧的围栏铺上塑料网 做完这些以后 老妖才开始喂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